博人传,大蛇丸又那么可怕?他可喜欢小朋友了,左柱就是例子。 博人转第172集,颜布为了能够让留住托爸发型的男孩,继续手术,决定与电器、梅塔尔,一同前往大蛇丸的小屋,向蛇叔讨要签名。 相信追过疾风传的人都被蛇叔吓到过,尤其是他吞剑吐剑的诡异认数,成为了很多小伙伴童年的阴影。 不过,随著疾风传的剧情逐渐进入高潮,蛇叔也迎来了喜白,并且蛇叔热爱科学,奉献科学的意志,同样深深打动了众人,后来被曼迷们授予任界科学家的名号。 直至今日,依然有不少人喜欢大蛇丸这个角色。 颜布班脸都绿了。 颜布班第一次接触大蛇丸,所以他们在看到蛇叔之后,脸全都绿了,甚至连话都不会说了。 不过,这种反应算是很正常的,毕竟大蛇丸那一双蛇童,足够令很多人胆寒。 并且,大蛇丸的战力以及恐怖程度,也可以算得上是疾风传中名列前茅的存在了。 他还号称影机杀手,凭一己之力,接连战掉了风影和三代火影,可以说,在小组织登场之前,大蛇丸就是最强Boss。 蛇叔可喜欢小孩子了。 蛇叔是个义正义邪的人物,他性格乖僻,忍住邪门,但却对小孩子非常温柔。 想曾经的君马吕,蛇叔一点点,把他从小孩子拉扯成独岗一面的大人,甚至连莫爱罗都无法在君马吕的手上讨到便宜。 并且,君马吕对蛇叔也是死心塌地,非常庆幸自己的人生遇到了蛇叔,能够认可他,把他从苦难中解救出来。 佐助也是大蛇丸带大的,可以说,若是没有大蛇丸的教导,佐助根本无法成长那么快。 卡卡西只能算是佐助的老师,而大蛇丸则是佐助真正的知己,他非常清楚佐助心中对佑的憎恨,并且引导佐助在憎恨中成长。 只不过,二柱子比较傲,根本不理蛇叔的那一套,所以在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后,二柱子便与蛇叔反目。 都继承了蛇叔的爱。 不得不说,大蛇丸的人格魅力真的很强。 他和班爷一样,有助自己意志和信念,是为数不多,能够抵抗名人最顿的人者。 都便是被大蛇丸的魅力所折服,直至第四次人界大战,都还想助要继承大蛇丸的意志,直至中了佑的伊耶纳奇,他才领悟了自己的道路。 此后,都开了一家孤儿院,并成为了血轮眼数量最多的拥有者。 某一天,蛇叔突然顿悟了。 第四次人界大战时,佐助将大蛇丸复活,重生后的大蛇丸不知怎地,突然顿悟了,从此以后,再也没有露出过奇怪的表情,说过奇怪的话。 到了博人转,蛇叔似乎更加年轻了,表情也更成熟,不像以前那样,经常吐舌头,还要舔一舔红豆。 这一次,蛇叔可是一本正经地在和阎雾小朋友对话。 期待在后面的剧情中,能够有更多蛇叔的戏份,毕竟有蛇叔的情节,都比较喜感,谈目也会多一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